过程中 驾驶员向塔台报告称 飞机将在西爪哇省茂雾县的萨拉火山周边 将飞行高度从3000米降到1800米 此后这架飞机便从雷达上消失 与地面失去了联系 机上所有人员下落不明 据印尼方面介绍 失踪飞机由俄罗斯机组人员驾驶 机上共有50名来自俄罗斯和印尼双方的商界和政界人士 此次飞行展演是俄罗斯苏火伊民用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在印尼推广和销售此款支线客机的重要环节 这次在印尼出示的是一架俄罗斯苏火伊超级100型支线客机 它是由俄罗斯苏火伊民用飞机股份有限公司